又来到了KaKa的厨房 今天我们请到了 Mr.Gui 哈啰 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Chan Gui Ho Chiang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我们要做一个 你很了解的一个材料 那今天我们就是会 做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 然后就是比较天然 又比较多 Vitamins的一个食料 我们会用到 带子 新鲜的带子 就是你家里所提供的带子 你看很厚 很新鲜 谢谢啊你帮我打光看 因为我们大多数就是可能 看到一些带子会比较小啊 或者是比较扁啊 它蛮厚度的 对你可以看到它厚度 而且这已经退冰了 这状况 而且它不太会缩水 等一下我们煮了 就给大家看看 大家就看得到 这边呢还有其他的食材 这些就是各种颜色的水果 家里有什么水果 你都能够有 甚至放你喜欢吃的水果 而且小朋友应该也很喜欢 对 这个应该不用切了吧 就是这么小 不需要 不需要 不该也就不需要了 就倒进去 那好我们就先把它倒进去 所以这道菜其实 是很快速的一个料理 是 而且我觉得 对女人来说 你知道现在你的女生都很怕飞 对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怕发福 所以大多数就是我会想准备一些 比较no cups的一些料理 不需要搭配饭 不会太咸 不会太油腻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这道菜 应该做出来应该是蛮清爽的 对不对 是 其实 scalop本身它的那个 protein的含量啊 高蛋白 然后是低脂肪 所以我常常在家里 我就是 就煎一下 那如果在家和孩子一起 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 对吗 妈妈就可以这么做 好幸福哦 对 那我也问你一个 好 谢谢 苹果大多数 我在做那个沙拉的时候 对吗 我都不会削皮 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皮 有很多的vitamin 还有然后就是 我们要用到那个红色 好了 Jessica 好 我给你看 它最重要的一个材料 我们去冰酥看一看 哦 OK 我们有好多东西哦 是的 这个东西是不能缺少的 就是 Yogurt 而且就是 当你拿去餐 Frit Salad的时候 对吗 超好吃的 但我们这边有这么多口 你要拿一个 反正我们有Strawberry 对吗 那我们就能够拿一些Strawberry Strawberry Peach 对我们可以参一个natural 应该就够了吧 赞 赞 那我们接下来 哪一个阶段 就是做袋子 只需要蒜头 还有袋子 跟着我们来 好 那我们把温度先调高 调高 有时候就是家里我们可以用Cooking Oil 但是我们今天想用Butter 哦 OK 是因为我觉得牛乳会比较香 香香 开始让Butter融化 我先煮一下那个蒜花 来 我们让专业来教我们怎么煮袋子 煮袋子 没有专业啦 就是我觉得啦 就是还是要把水吸干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吸那个水吗 因为它这样等一下你才会煎得更金黄色 煎到那个表皮脆脆的 很香耶 很香哦 对我根本就闻 对它味道已经出来了 就给它焖煮先 因为就是要让那个牛油的味道 你闻得到吗 进入 对 到 scallop 进入 对 好了 就差不多咯 那我们就把那个水 哦 把它沥干是不是 确的 加一些油 哦 就是只是要让它的外皮看起来比较金黄 嗯 金黄 很快速的 对我直接很快速的让它变金黄色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 scallop 已经变金黄色了 这个我会最后才调一点点的那个 调味料 对我会最后再调 好 我们就完成了 那摆盘时间到了 所以就不知道大多数就是看你本身 我就喜欢用西手 然后就撒一些 就一少许 少许啊 对因为本身我们已经放了butter 它已经是会甜 带着甜味了 pepper black pepper 我喜欢用black pepper 增加口感 对 增加口感 对 OK 我们煮好了 那我们后不及待 后不及待 来吃一下 好好吃喔 好啦 好吃 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想要学更多好料怎么煮法呢 记得subscribe到我们的Foodie Kaka在Super Seed TV上面 真的很好吃耶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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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t 这也就是